今天又是一個美麗天氣的星期六啦 我們來到了東極的田園都市縣的 基本上快到了最後一站的 Minami Granberry Park 那我們要展開我們的田園都市縣的一日遊 Let's go 可以買這個東極縣的One Day Pass 780塊 那這裡是集購物、餐飲、Outlet 還有綠地 然後離澀谷大概35分鐘左右吧 然後還蠻適合家人跟小朋友一起來的地方 它店沒有到超級無敵多啊 可能不要期待有什麼LVR、Prada等等的店 但是我覺得一般比較親民的日系品牌 以及稍微有點高級的歐美系品牌 其實都有設店 所以如果說要純逛街的話 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內可以逛完 到這邊吃個東西 這邊有United Airs 然後這邊有Beams 兩家還算蠻有名的日系品牌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 它的United Air的選貨還蠻多的 那Beams的話算選貨蠻少的 所以它除了Beams Heart以外 就比較常在Outlet看到的Beams支線 還有看到Beams Japan 女生的話還有Beams Boy 應該說它這幾個支線在元素其實都有 然後在Outlet的話打折變到五折 我覺得算蠻划算的 你朋友買了Beams的衣服 那我呢買到了Holo Ralph Lauren的 它就是店裡面有打三折的單品 然後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就是一個帽體啦 然後有著冬天的手船啦 美式餐廳蠻多可以選擇的 想吃肉的話 這邊有超級厚的牛排 豬肋排等等的 這還好飽哦 那我們吃飽飯去公園逛逛吧 如果喜歡Snooby的話就一定要來這邊的Snooby Museum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Big Camera、藥妝店、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快去看看 我們現在人在塔麻Plaza 然後這邊我大概已經20年沒有來了吧 然後呢一出站就可以看到這邊的 非常非常多的商業設施 你看 那我覺得東極線厲害的地方就是 東極它其實是很大的group 交通以外它其實不動產等等的 商業設施人都很強 難怪大家都說住東極線的人很有錢 這邊真的是不得了 我以為就是小小的商業區 然後有一兩家買衣服的 然後三家餐廳就差不多 沒想到呢 這邊的店真的不得了 有什麼Beans啊 然後剛剛看Oshman就是賣體用品電燈 然後還有North Face啊 就是我覺得啦 應該可以花個三、四個小時逛都沒問題 那其實啊 來塔麻Plaza這一站的最大部分 其實並不是逛街賽 我來吃這家Mori Mori Sushi 這家呢在金澤我吃過三次 那沒想到在東京近郊竟然有分店 所以呢 我在查資料的時候 查到這一家 竟然就是 讓我不得不來塔麻Plaza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吃啦 雖然現在以我們剛剛吃中餐其實時間不遠 所以呢 並沒有很餓 但是呢 為了這家店 我願意 飽著肚子也吃啊 那我覺得通常 可能大家來東京晚的話 可能特別會跑去 東極車站的更式花碗壽司 但是我記得最近去的時候 可能都要排三、四個小時 那我覺得 何不花一點點時間 從澀谷坐車到塔麻Plaza這邊 我剛剛吃大概一兩點了嘛 其實也不用特別排隊 大概排個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吃到 品質 就是可能 淋駕於更是黃人壽司喔 那我們離開塔麻Plaza之後呢 接下來就下一站叫 鉤之口 其實鉤之口有什麼 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所以我們就會讀讀看有什麼東西嗎 可能好玩 可能不好玩 挑戰一下囉 它的MARUIA 店超多 當然看了一下沒有什麼想逛 所以就算了 喔!我以為是HARP 就是 HARABA 嚇死人 雖然我應該不會在此地久留 因為它的電腦沒有到特別喜歡 但它的商店街 真的非常大 還有一些 然後還有一些 拔進口之類的 所以我拆住在這邊的人 應該也是可以很快樂啦 剛剛鉤之口 大概快速個待個半個小時 我們接下來到二子玉川啦 那到二子玉川現在河畔走一走吧 以前住高原市十年嘛 那住十年之後 我有沒有想要搬離高原市去下一地方住 那時候二子玉川是我首選 後來問了房仲 發現說這邊的房價其實滿貴的 所以我就放棄了 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多賺一點錢的話 就有機會住二子玉川啦 我超喜歡二子玉川這個河濱公園的 另外一邊呢 往前走啊 那邊高導屋SC那邊 哇 那邊啊真的超好逛的 那邊的牌子都是我喜歡的 結果呢 我們在二子玉川的Oshman 這超好逛的 然後女朋友買這個 New York Boxing Club 就是他原本這一件的T恤要一萬塊 但是打五折變成五千塊 其實是滿划算的 二子玉川的HARKS 不用排隊 哇 高導屋果然好逛啊 那我們接下來去最後一站 三軒茶屋 如果時間比較早一點的話 三軒茶屋那邊也是滿好逛的 但是呢現在其實已經快八點 所以三軒茶屋的店已經關了 所以我們去三軒茶屋 就要去他免費的觀景台看一看喔 好啊今天的目標是去穿越 但是呢可能沒辦法走到穿越那邊 因為真的太遠了 所以我應該從高原寺一路大概走兩個半小時到三個小時左右呢 先去一個地方叫河光市 因為河光市那邊可以直接坐東五東上線 然後一路到穿越大概是二十分鐘左右 所以先去那邊看看 這邊是獵馬區的光之丘 現在才發現其實這邊也是滿適合住人的 因為整個區域是由綠地所包圍 然後這綠地這中間有很多不同的社區合在一起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來光之丘公園的區域 這也是東京都非常大的一個公園 剛剛去的沾綿真的快沉死我了 那城增這邊呢應該就算板橋區 所以接下來下一個區域 河光市那邊就是祁鈺線啦 進到祁鈺線囉 河光市 往往人生第一次從家裡走路到祁鈺線 也實際上是一個滿有趣的經驗啦 那其實這就是我的生活啦 週末的時候就是想走路 然後想去一些沒有去過的地方 還到了下午啊 雨就一直狂下 那我現在人在穿越了冰川神社附近 今天是星期日啦 所以可能日本人會稍微少一點點 然後呢希望因為下雨 在冰川神社的人會少一點點 好 還是有蠻多人 但是我覺得人跟晴天的時候少了很多 然後可以勉強拍出來一些蠻漂亮的景色 如果時間抓得對的話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 沒想到下雨的穿越還蠻有趣的 謝謝 ? 明不久 什麼? 謝謝 先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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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